张静颖不顾母亲反对嫁大18岁老公,皆被骗走6亿身家。 张静颖是超级女生中开展的最好的一位,固然李宇春也很好,但还是张静颖愈加脱颖而出一些,在文娱圈的朋友也很多,唐嫣,杨幂都是她的闺蜜。 不过不晓得是张静颖太爱还是本人的情商太低,或者是冯柯的演技太好,总之嫁给了这样一个骗财骗色的男人,张静颖的人生从此与黑暗戳离不开了。 什么叫渣男,可能只要看过张静颖的老公才会小的,和杰纳出轨的老公都是小儿科。 想当初,16年7月的时分,可是张静颖主动在演唱会现场说出了那一句要娶我就上台。 于是发布婚讯不晓得有几女人愿意向男友求婚,但内地女星公开向男友求婚,张静颖绝对是头一个。 小编为她的勇气点赞。 不过演唱会上冯柯并未求婚,只是一个简单拥抱让张静颖甚是低落,或许张静颖十多年了太想要一个名分了吧,这也算是一种逼婚吧。 张静颖人每歌好听,皮肤润滑白景。 两人交往后一段时间张静颖才晓得她结婚了,还有儿子,由于太爱她,晓得后并没有分手。 随后05年张静颖参与超女婚了后,冯柯在那年也选择离婚,这样两人才走到了一起,并创建了公司。 张静颖与冯柯的婚姻,最后赞成的就属张静颖妈妈。 当张静颖与冯柯去意大利举行婚礼的时分,张妈妈宁愿在家带主也不去祝福女儿。 由此可见张妈妈是有多对立这门亲事。 后来,冯柯和张静颖还表态说,冯柯的一切产业都在张静颖名下,可是张妈妈却冷笑地对媒体宣称真实状况并不是这样。 好不容易逼婚胜利,张静颖的母亲却看透了这个渣男,以死相逼都不同意结婚,无法张静颖沉浸太深了,被骗财骗色也在所不惜。 结婚曾经一年,冯柯婚前承诺会把本人的财富交给张静颖事实证明也是一个谎话。 据少尼多的生活,毫无互动的微博,还有没有老公在身边庆贺以致没有礼物的华旦都让张静颖看透了这个男人。 激进姑娘张静颖的六亿神家如今都在冯柯的手中,除了本人的心理卡之外张静颖的母亲也说女儿没有任何财富了。 冯柯比张静颖大了将近快二十岁,这样大的差距张静颖也是视而不见的。 完毕了爱情长跑的张静颖如今和老公也是两边繁忙,据少尼多,以致还经常被拍到吵架的照片,还在深夜本人一人单独回家。